大家好,欢迎来到佛禅 老人一口菊花茶都不能喝吗? 随着网络信息的飞速传播 各种关于老年人饮茶的说法层出不穷 有的言之凿凿,有的却让人心生疑虑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年人如何筛选出真正科学合理的饮茶建议 又如何在享受茶香的同时 确保他们的身体健康不受损害 医生说,天气越热 老人越不能喝这三种茶 到底是什么茶? 一,浓茶 浓茶指的是茶叶用量多,浸泡时间长 茶汤浓度较高的茶饮 浓茶中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 茶多酚和柔酸等成分 浓茶中的高浓度咖啡因 会对老年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刺激作用 长期饮用浓茶可能导致失眠 心悸、焦虑等症状 这些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 此外,浓茶中的柔酸含量高 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消化功能 柔酸与食物中的铁结合 形成不容性物质 导致老年人贫血风险增加 浓茶对心血管系统也有影响 浓茶的高咖啡因含量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对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年人群 长期饮用浓茶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还有研究表明 浓茶可能会造成老年痴呆 高浓度的咖啡因摄入 可能会干扰脑内神经传递的正常功能 影响认知能力 尽管茶中的抗氧化成分 对预防老年痴呆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过量的咖啡因摄入 可能反而对大脑健康不利 所以老年朋友们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一定不要喝浓度过高的茶 二 凉茶 夏天天热 很多人喜欢在这时候喝点凉茶解暑 觉得凉茶能消暑降火 对身体好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看看新闻就知道 有多少人因为喝了不适合的饮品 反而弄得身体出了问题 我曾经见过不少朋友 到了夏天就拼命喝凉茶 冷饮 结果搞得肠胃不适 甚至有的人还上了医院 如果在夏天大量饮用凉茶 反而容易引起身体的不适 夏天的燥热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很多人就会选择喝凉茶 冷饮 冰水等等来降温解渴 这些看似能快速解暑的方法 其实并不一定对身体有益 凉茶虽然有清热取火的作用 但如果喝的过多 反而会伤得脾胃 特别是一些良性药材制成的凉茶 更是不能随意乱喝 中老年人的消化系统本来就比较脆弱 烧不注意就可能引起腹泻 消化不良等问题 某些凉茶中的中草药成分 可能对肾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长期饮用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 尤其是那些已有肾功能问题的老年人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适合的饮品也不同 尤其是凉茶 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我们常说夏天和凉茶养生 但这句话并不是绝对的 尤其是对那些体质虚寒的人来说 可能带来的不是好处 而是麻烦 老年人普遍阳气不足 体质较弱 长期饮用含量的凉茶 可能会导致身体含量 加重老年人的体虚症状 而且凉茶中的中草药成分复杂 可能与老年人常服用的药物 发生相互作用 影响药效或增加副作用 心茶 像一些胃酸缺乏的人 或者患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人 都不适合喝心茶 这是因为心茶会刺激他们的胃黏膜 产生胃肠不适 甚至会加重病情 此外 饮茶除了上述注意事项之外 还要结合自身的体质 张主任说 胃寒者 多有舌苔白腻 手脚凉 胃寒症状 此类体质的人 不宜多饮绿茶 适量喝红茶更好 此类人群 如果大量饮绿茶 可能会加重原有的胃炎 胃溃疡病情 从营养学角度来讲 最新鲜的营养成分 不一定是最好的 春茶刚加工好 多酚类物质 纯类物质 全类物质 还没有被充分氧化 对胃肠刺激比较大 如果大量喝新茶 有可能出现腹血 腹涨等不良反应 茶是我国老百姓 最喜欢喝的饮品之一 一直以来 柴米油盐酱腐茶 都与生活密不可分 茶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不仅有助于体神 抗氧化 还对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 对于老年人 特别是哪些已经上了年纪的人群 某些茶的摄入量需要格外注意 有研究和医生建议 上了年纪的人群 应当减少某些特定类型茶的摄入 以防止对大脑和身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那么老人究竟能不能喝菊花茶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午后 张大爷像往常一样 泡了一杯菊花茶来解数 然而不久之后 他便感到胃部不适 甚至出现了轻微的腹泻症状 张大爷感到十分困惑 菊花茶不是被誉为清热解毒的家庭吗 为何自己喝了却会不舒服 怀揣着这份疑惑 他步入了社区 向李医生寻求解答 李医生耐心地向张大爷解释道 菊花茶性寒 具有清热解毒 明目书封的功效 对于年轻人来说 确实是夏日消暑的好选择 然而 对于老年人 尤其是体质虚寒者 菊花茶却可能带来 不利影响 菊花茶的寒性 可能导致胃寒 消化不良 甚至引发心悸和手脚冰凉等症状 张大爷正是因为体质虚弱 长期饮用菊花茶 才导致了身体不适 所以 如果您正好有以上的情况 建议少喝菊花茶 其实 夏季适量喝菊花茶 是有很多好处的 一 清热消暑 菊花中 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这些物质具有一定的清热作用 在夏日里喝一些菊花茶 可以辅助降低体温 减少身体对高温环境的不适感 另外 菊花中的营养成分 还有助于缓解喉咙的不适 及咳嗽等问题 二 改善睡眠质量 菊花茶中 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这些成分 这些成分具有一定的镇静和安抚神经系统的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 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 对失眠 多梦等人群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 美容护肤 防衰老 菊花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作用 使皮肤湿润有弹性 降低皮肤问题 具有美容护肤和延缓衰老等好处 在夏天喝上一杯菊花茶 有助于我们容颜缓发 四 明目养神 菊花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 这些物质可以起到明目养神的作用 对眼部疲劳和失利均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另外 还具有精神愉悦 缓解压力的好处 五 排毒清肠 菊花茶的营养成分 能够促进体内废物和毒素的排出 帮助消化系统功能的消化和吸收 对消化系统功能及便秘问题 均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六 舒缓眼睛疲劳 菊花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这些元素对我们的眼睛有不错的保护作用 随着电子信息化的全面普及 很多朋友们都会接触到电子产品 特别是看手机的频率非常高 以致我们的眼睛一直处于高负荷的状态 使眼睛非常的疲劳 这时候 我们不妨放松一下 泡一杯菊花茶来减轻我们眼部不适感和疲劳感 帮助保护势力健康 好了 关于喝菊花茶的功效与作用就介绍到这里了 菊花茶虽好 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饮用 下面来分享一下菊花茶的禁忌人群 1. 孕妇及哺乳妻妻妻妻妇女人群 由于菊花茶是一种良性的茶饮 此类人群饮用菊花茶可能会引起腹泻的情况发生 从而影响胎儿发育 因此不建议孕妇及哺乳妻妻妻妻妻应该避免饮用 2. 过敏体质人群 对菊花过敏的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 以免导致过敏反应的发生 比如皮肤红肿 皮疹或呼吸困难等不良症状 3. 脾胃虚寒人群 菊花茶是一个含量性的花茶 此类人群饮用后容易引发一些不良的身体反应 比如腹泻 反酸等脾胃不是症状 总之菊花茶的营养价值虽然很丰富 适合大部分的人群饮用 但以上这几类人群应该渗饮 避免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不利的影响 除了菊花茶外 老年人也要根据自身情况 适当饮用这两种茶 1. 绿茶 抗氧化精华蕴藏 燃起性寒 易损胃气 绿茶 凭解茶多酚等抗氧化瑰宝 赢得养生加饮之尊称 然而 绿茶同样性寒 过量饮用 可能对老年人的胃肠道造成刺激 引发胃寒 消化不良等问题 再者 绿茶内寒咖啡因 或饶老年群体安眠 诱发失眠 心悸等不适 过而在酷暑世界 老年人品名绿茶 亦需节制 以防过量 2. 红茶 富含咖啡因 亦引发不免于心悸之余 红茶 另一风里茶界之选 以其度有香韵与口感 福获众多茶客之心 然而 红茶 咖啡因含咖啡因含量破风 过量品饮或令老年群体遭遇失眠 心悸等副作用 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季 人体本就容易出汗 体内水分流失较快 此时在饮用含咖啡因的红茶 更容易加重心脏负担 影响健康 老年人在选择茶饮时需要格外谨慎 菊花茶 绿茶和红茶虽然各有其独特的功效和魅力 但对于老年人来说 并非都是理想的选择 在炎热的夏季 老年人更应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来选择合适的茶饮 并注意控制饮用量和频率 只有这样 才能让茶真正成为老年人生活中的健康伴侣 那么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的茶饮 根据体质选茶 老年人在选择茶饮时 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体质 体质偏寒的老年人 可以选择温性的茶叶 如红茶 熟普尔茶 黑茶等 而体质偏热的老年人 则可以选择良性的茶叶 如绿茶 白茶等 但无论选择哪种茶叶 都应注意适量饮用 避免过量 控制饮用量和频率 老年人在饮茶时 要控制饮用量和频率 一般来说 每天饮用二缸三杯茶 即可满足身体需求 过量饮用 不仅无异于健康 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 饮茶的时间也应注意 避免在睡前饮用 寒咖啡因的茶叶 以免影响睡眠 选择优质茶叶 并妥善保存 购买茶叶时 老年人应选择正规渠道 购买品质优良 无污染的茶叶 同时 要注意茶叶的保存方式 避免茶叶受潮 发霉等问题影响品质 只有优质的茶叶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保健作用 我们看到喜欢喝茶 并且经常喝茶的 大多数都是中老年群体 这一部分人 又是传统养生观念的重要知识者 年纪越大 身体机能消退 就越注重保养 也就更喜欢喝茶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茶叶 都是健康的 下面这五种茶喝得越多 对身体越没好处 尤其是中老年群体 更要注意 变质变味的茶 家里的老人有一个习惯 喜欢储藏食物 因为他们 是从苦日子中走过来的 太清楚人动挨饿的煎熬 平时生活非常节省 很多水果蔬菜食物 都不舍得吃 一直放在那里 但如果哪一个水果坏了 应该扔掉的时候 老人又抓起来把它吃掉 觉得扔掉太可惜了 其实很多人在喝茶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举动 给老人买的茶放的时间久了 变色变味 已经不好喝了 但老人舍不得扔掉 有些没有保存好的茶 还会发霉变质 也不管不顾 继续喝下去 但是这种发霉变质的茶 有很多细菌 就像发霉腐烂的食物一样 对身体伤害很大 不宜继续饮用 浸泡时间过长的茶 茶叶冲泡 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 一般来说 选择温度适宜的水进行冲泡 等汤水温度降到 何时温度 就应该立即饮用 如果茶汤放凉了 可能引起肠胃不适 但更重要的是 长时间浸泡的茶叶 内含物质大量吸出 尤其是茶多酚和咖啡碱 让茶汤变浓 这两种物质 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 容易让人睡不着觉 导致失眠的症状 还有一点 长期浸泡的茶叶 可能会落入灰尘 滋生细菌 不小心喝进肚子里 也会引起身体各方面的问题 对健康没有任何好处 对中老年人去而言 喝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 更是为了养生 所以健康是喝茶的第一要义 任何对健康不利的事情 都应该尽量避免 不要去做 整天反复冲泡的茶 前面讲过 长期浸泡放置的茶 会导致茶汤过浓 对中老年人群的健康十分不利 而一泡茶整天反复冲泡 同样没有什么好处 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前面 两三泡内充分吸出 换句话说 不管是什么茶 最开始的几泡茶中 营养物质最足 品饮价值最高 喝起来最健康 但是反复冲泡多次之后 内含的营养物质 已经大大降低 甚至可以说 还会出现一些有害物质 从而出现对健康不利的情况 六大茶类中 绿茶黄茶营养价值最高的是 前面一两泡 乌龙茶和红茶前面三泡 营养价值较高 黑茶白茶冲泡次数较多 但因以前五泡为罪 所以不管是什么茶 都不要一泡一整天 而是要根据不同的茶 达到相应冲泡次数之后 换茶冲泡 品质出现问题的茶 每一种茶的制作工艺 都有一些差异 不能按照一个模子去做 如果是手工制作 更考验制茶师傅的经验技术 哪怕是机械制作 也跟掌控工人的制作习惯 有很大关系 比如乌龙茶做清不到位 红茶发酵过度 浴茶杀清温度不够 或者温度过高 茶叶烘制火候大小等等 都有可能导致 茶叶出现焦糊味 苦涩味和青味 造成茶叶品质出现问题 这样的茶 本质上都属于做坏了的茶 对于爱茶的人来说 喝到一口做坏了的茶 就会破坏一整天的好心情 中老年人群要保持心情愉快 这才是健康养生之道 如果心里不痛快 自然会危及到身心健康 做坏了的茶 本身也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不管你爱不爱茶 如果在喝茶时遇到这样的茶叶 都应该摒弃 五 假冒伪劣的茶 这种茶是最害人的 因为它已经脱离了茶叶 可以饮用的范畴 不仅难喝 甚至还有可能有毒性 对身体伤害很大 比如 部分黑心伤犯 为了改变劣质绿茶的颜色 丝子添加千个绿灯有毒染色剂 为了提升茶叶的光泽度 往茶叶中添加花石粉 类似这样的色素添加剂茶叶 本身就是低档垃圾茶 再加上各种化工制剂 往往都含有一定的毒性 如果不慎饮用 自然会危及身心健康 还有一些类似新茶做旧和陈茶 翻新这样的假冒伪劣行为 虽然茶也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却通过做旧和翻新的手段 来提高价格增加利润 同样是一种不能让人忍受的作假行为 总而言之 对于中老年爱茶的人来说 喝茶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茶 不要贪图便宜 也不要过分追求虚敏 喝茶养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 期待与您再次相遇